哈囉大家好 我是Mao妮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 拖很久的50個問題 然後我把大家的問題都集結在電腦上 總共有49個問題 可是會講蠻久的 那我有稍微做一點分類 不過也沒有分得很 沒有分得很細 大概就稍微分三四類左右 我已經準備好飲料了不然真的會口渴 從國小都會熬夜看哈利波特的小說 不過當然是看種文版的 然後也會去電影院看他們的電影 那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妙麗這個角色 我從小就很希望自己跟妙麗一樣 我希望自己可以像她一樣那麼聰明 然後讀書又很認真 但是我發現自己沒有 好啦這不是重點 妙麗這個角色在小說裡面是一個 很在意朋友的人 然後很 也是會捨其命救朋友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很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像妙麗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叫 叫 叫 就叫自己妙麗 然後或者是我的所有在網路上的稱號都會有個妙這個字 對那 為什麼不會用hermione這個這麼長的名字 是因為台灣沒有把her翻出來 所以我就把her刪掉 就直接叫mione這樣子 希望大家不要再唸錯我的名字啊 如果你真的不會唸的話 可以唸中文 妙麗 我今年是23歲 嗯 今年23 因為我大學學的就是越南語 我主修越南語 然後大三有去過越南讀書 我大學的時候讀的是國立高雄大學 他沒有任何一個前身 他 我剛入學的時候是 才創校11年而已 現在應該已經15-16年了 然後我大三去越南呢 我讀的是 河內國家大學附屬的學校 叫做人文社會科學大學 越南原話就是 對就是很長 他是一個 河內國家大學底下的一間學校 算是他們把幾間大學串連在一起的意思那樣子 有點像合併的感覺 然後他們穿的制服也都是寫著國家大學 我是天蠍座的 應該 有人覺得有點難猜 可是很多人覺得我又有天蠍座的樣子 我也不知道 我160公分 但是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才變成160 在這之前都是158 所以大學還會長高 大家不要驚慌 我現在已經畢業大概有半年以上了 那我目前就是 還算在學化妝 所以沒有一個正式的工作 我家裡有爸爸媽媽 然後我有兩個妹妹 我是大姐 我家要養一隻小鸚鵡 在這邊 我當然還沒結婚啊 我看起來像結婚了吧 我想生男生還是女生 其實這個問題有點遠 可是我最近 我男朋友的妹妹又小孩 然後我的大行姐又生了小孩 反正我其實還蠻喜歡小朋友的 所以我有想過自己想要生 我其實是想生女生啦 但是 我應該只會生兩個 可以一男一女或是兩個女生 就一定要有女生不能沒有女生 但是我很害怕我講了這之後 我以後只生了兩個男生 兩個男生 我的脾氣不好 我的脾氣真的不好 不要覺得我好像很溫柔什麼的 我只是 因為我在相機面前 我沒有任何需要生氣的那個 點你知道 但是我只要一被激怒的話就 或者是 呃 就是我被激怒啊 或者是 我 有人就是 呃 戳到我的 臉的時候 我就會 變臉 所以我脾氣不好 真的脾氣不好 但是 我還蠻不會跟人家吵架的 不是我 不敢 是我 真的 不太會吵架 就是 我常常會 因為我 呃 怎麼講呢 我常常 腦袋還沒想好嘴巴話 就講出來了 所以我有時候會 不小心講反話 反而讓人家 站上風 然後讓自己 就處於一個 弱勢的狀態 所以我真的很討厭 跟人家吵架 我只會用 如果是在用文字 吵架的話 我倒是還蠻上手的 我不覺得 我自己像什麼 卡通人物欸 感覺 沒有 嗯 沒有 好像沒有 很喜歡喝茶湯會的 紅豆拿鐵 然後 同一間公司 春水糖 我喜歡喝紅豆鮮奶茶 其實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 春水糖的茶香比較重一點 然後 別間店的話 就沒有 很愛喝什麼 但是如果 茶湯會以外的飲料店 我通常都是 紅茶拿鐵 就是 紅茶加鮮奶 然後一定要加珍珠 我 除了紅豆鮮奶茶之外 我都會喝 飲料加珍珠 然後 我不喝奶精的飲料 我都只喝牛奶的 我喜歡吃早餐 但是我常常睡到中午 所以 吃不到 但是只有 就是 如果真的有早起的話 我很喜歡悠閒的吃早餐 我很喜歡吃巧克力 真的很喜歡吃 所以我現在 前陣子 連續好幾天都在吃繽紛樂 就是有時候會突然愛上某個巧克力 然後我會瘋狂的吃它 然後前陣子真的是 連續好幾好幾天都在吃繽紛樂 結果我現在胖了兩三公斤 真的 我現在也都變圓了 我很討厭吃芹菜和芋頭 這兩個東西是 我一放到嘴巴就會吐出來的東西 真的 芋頭還稍微可以忍耐喔 但是芹菜真的是一放到我的嘴巴 就馬上被我吐出來 我最喜歡的越南菜是 我當時因為人都在 越南河內 就是北部 他們的首都 首都不是胡志明喔 很多人都以為是胡志明 其實是河內 我在河內就很常吃 河內的牛肉河粉 因為河內的口味偏比較清淡 是比起中南部來講 它的口味沒有酸 沒有辣 也沒有甜 就是很剛好的一個口味 我覺得還蠻 呃 台灣人應該還蠻習慣這種味道的 那我現在就是 很想念河內的牛肉河粉 因為台灣的越南料理店 幾乎都是中南部口味 我真的吃不習慣 就到現在都沒有吃到一個 口味差不多的 希望有機會可以讓我找到 北部口味的越南料理 好然後我最喜歡的越南菜 除了是牛肉河粉之外 我還很喜歡吃一個 水小 水小 聽起來很像水小吧 但是它不是這個意思 水的話是越南語的糯米飯 那那個水小的話 它就是加了 綠豆仁 同樣用蒸的綠豆仁 然後會灑一些油 香油吧 然後混一點 就是把它們混在一起 那你可以加肉絲還是什麼的都可以 然後真的是 我非常非常想念這兩個 就是牛肉河粉 還有 水小 水小有點難翻欸 就講 綠豆糯米飯好了 我在越南可以三餐 都吃 soy 因為我真的覺得超好吃 然後 soy其實也可以 再搭配其他的菜 就變成一個便當 所以 可以把糯米飯直接當飯吃 我很愛吃糯米 在台中的話 常常去秦美 很長 真的還蠻長的 因為離那邊不遠 如果是在高雄的話 可以 常常 跑巨蛋 就是我以前大死的時候 從越南回來之後 非常非常常跑 瑞峰夜市 超愛瑞峰 上次我在FB有分享過 我在瑞峰最愛吃的三家 堂味 三家 這是我每次去瑞峰都必吃的 必吃 講中文的我很喜歡 徐家瑩 林依辰 還有 蘇韻瑩 我覺得 徐家瑩 它是本身很有天賦 就是唱歌的部分 然後又很會創作音樂 而且它音樂就是 百聽不膩耶 真的是 很愛很愛聽 再來是林依辰 林依辰 內外兼具的女生 我覺得她很厲害啊 會讀書 敬業 真的很敬業 然後第三個的話 我喜歡蘇韻瑩 我純粹是因為很喜歡她的 音樂 我覺得她的音樂很像 就是你聽了之後會好像 你到了一個像阿凡達的世界 就是 有點超脫世俗的那種 好像一個小精靈 但已經到了一個 桃花園之類的 漂亮的世界這樣 再來講的是日本人 嗯 我對韓國人其實沒有什麼研究 因為我很喜歡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看日劇 然後我也很愛日本 所以我自己有在學日文 然後就也接觸比較多的 明星是日本人這樣 列出了還蠻多個 我都是因為看日劇喜歡她們的 第一個是星緣結穎 石緣梨美 再來是 嗯 她本來叫杜邊姓 然後因為嫁給東出長大之後 就變成了東出姓 那她就是演多謝款待 那一個 東出長大我也是很喜歡她 我也是因為看了多謝款待這部片 我真的很喜歡這兩個角色 我就覺得男生帥女生又漂亮 結果她們就結婚了 她們真的在一起 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她們兩個超級大 超搭 其實我覺得還蠻多 日本女性都還蠻會演的 所以 我對很多日本女性都很有好感 對 所以這邊只是列大概 呃 列出一些前面幾個我 最嫌想到的幾個人 那其實我還有喜歡很多的日本 演員和model 所以我就有點難列啦 對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幾個 男生藝人 我倒是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個 也許是我突然忘記了也說不定 反正就很喜歡這幾個 然後我很喜歡星圓結衣 是因為我覺得她長得很可愛 然後她在演那個 Legal High的時候 很好笑 很喜歡很喜歡星圓結衣 那 十元里美的話 我是因為看了早九萬五 覺得她長得這麼漂亮 超可愛 而且她跟林依晨長得好像喔 就是神韻啊 真的都很像 所以我就很喜歡 然後她也是 就是為了自己演 就是她一開始的心路好像也不太順遂 然後也是經過很多的努力 她才慢慢的紅起來 所以我只要 就是對於這種 一開始沒有很厲害 然後後來就是轉變很多 然後累積經驗變得很厲害的那種 都會抱有一種欽佩 然後又覺得 就是會有想追隨她那種感覺 所以 嗯 只要是這樣子的人 都會讓我 還蠻喜歡的 歐美就只有一個 Emma Watson 她是我從小到大的女生 怎麼講呢 我 我是覺得蟑螂很噁心啦 但是我不是因為 怕 我不是因為怕她 我是覺得 純粹覺得她很噁心 所以不想接近她 然後 尤其是她的Face 我看到她的肚子 對 大概就蟑螂 然後 我也很討厭蚊子 因為我很容易被蚊子叮 平常真的沒有在做什麼運動 如果我真的很想瘦身的話 我會在床上做一些 伸展 然後還有持續性的運動 有點像 踩腳踏車啊 剪刀腳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然後 按摩自己的腳 這樣子 頂多會去快走 或是散步之類的 就我的運動都是很 很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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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沒有專業度的運動 對 像是我之前在越南啊 因為我們 我一開始 第一個學期 因為我跟 越南還不太熟 所以我都從 從學校的宿舍 走到學校 那 學校宿舍裡 學校 走路要走半個小時 大公車的話 五分鐘 所以我那時候 就是 常常 每天早上 很早就起來 然後準備去上課 然後 就從 七點半走路 走到學校 八點 然後都快走 結果就這樣 走了一個學期之後呢 來回喔 來回是一個小時 然後這樣子 經過一個學期之後 我就瘦了 然後我還長高了兩公分 真的是 回到台灣就坐著 一直坐著 一直坐著 結果現在腿又變胖 然後我現在吃太多巧克力又變 又變肥了 我真的是 不知道自己怎麼辦 嗯 化妝 剪片 拍片 好像就這樣吧 我的 我的休閒其實 沒有什麼 偶爾會看點書 看到這邊還滿多書的 其實 我是很喜歡買書 可是 有時候真的 做一點錢 就會忘記其他的事情 然後就 忘記要看書 所以我真的很多書都還沒看 嘖 應該多看一點書的 多 把一些事情放在書上 很多欸 我分成幾個國家 台灣 日本 韓國 越南 還有這四個以外的亞洲國家 和歐美 好 我現在來講 台灣的話 我就喜歡三個 第一個是 Kelly Eva Kelly Eva包含他們自己 Kelly Eva Shoppolic的那個 頻道之外呢 還有 Le Kelly 還有 Eva Lin 就是他們兩個 自己單獨個人 有自己的頻道 然後他們關於 試用啊 合作啊 要搞的那一種 就會放在他們的 部落格的YouTube Channel 這樣子 所以 光是這一個 就分成了三個 好 再來的話是大配 喔 我這個沒有排名的喔 因為我只是 把他們列舉出來 沒有任何的排名 再來的話就是大配 大配的話是 真的非常佩服他 他的化妝 技巧 然後 他又 嗯 有很多歐美產品的收藏 所以 我很多 這個櫃子裡面很多東西 都是因為他而買的 反正就是被他燒 然後 練習 化妝 的時候也是 看他的 channel 看他的video 這樣子 慢慢練習 我覺得 真的看他影片會 你的化妝技巧 真的會 真的會進步 好 然後我也覺得他 很認真 對 那喔對我剛剛忘了講了 我很喜歡 CattyEva 是我從他們在寫 部落格的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 一直以 嗯 我一直把他們當做一個目標吧 就是我很希望自己 嗯 自己的部落格啊 還有自己的 嗯 YouTube channel 可以做得跟他們一樣 很喜歡他們 都是他們的腦粉 對 他們 講什麼 常常會被燒到 然後就會想要去買 就是被他們的影響很大 這樣子 應該很多人都是 Kelly和Eva的腦粉吧 好 第三個的話是 喔 再說一次沒有排名 Face to Face TW 他們兩個 就是雙胞胎啊 Mandy和Heidi 他們兩個的 影片 就是他們兩個一起的影片 都很好笑 Mandy她自己拍的 彩妝影片也是 跟搭配一樣 非常有 嗯 非常有專業度在 然後Mandy她又 也是 很愛很愛彩妝 她現在還去加拿大讀 跟彩妝相關的 課我覺得超好的 然後海底又很可愛 反正就是他們兩個的互動 還有他們兩個製片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 厲害 對 這三個是我 最喜歡的 台灣YouTuber 好 再來的話是日本的YouTuber 嗯 第一個是 Sekine Lisa 然後第二個是 跟她長得很像 我之前常常把他們的影片搞錯 我一直以為 我看到是同一個人 另外一個就是 Hashimoto Nami 嗯 我可以聽得懂一點日文 所以我 看他們影片的時候 會 聽很仔細 然後稍微 聽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這樣子 我覺得 嗯 看他們影片就是 想看一下 日本人最近在流行什麼 然後 日本人 他們的化妝技巧 跟韓國人有什麼差別 化妝的手法 跟韓國人有什麼差別 這樣子 好 再來韓國的話 我只看兩個欸 嗯 怎麼講 韓國追蹤了很多YouTuber 但是我 必看的就是有兩個 第一個是 Pony 大家都會看的啦 Pony Pony Makeup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 我不會唸欸 Jong San Sai Mo 不會唸發 他是一個化妝師 然後他會分享他的一些 嗯 他在幫人家化妝的那個影片 所以我 會把他拿來做參考 再來是越南 越南的話有分兩個系列 第一個是彩妝 然後第二個是跟生活比較相關的 那彩妝的部分一個是 Jong Makeup 第二個的話是 金髮 嗯 Jong Makeup 他主要都是在 嗯 分享 關於唇膏的部分 因為他唇型非常非常適合來拍唇膏 然後他 也是因為 發現很多 越南 好像 YouTuber沒有人分享 唇彩 試色 就是Swatch 或是Review的部分 所以他就 變成他的 嗯 他的頻道專門 就是在分享 嘴唇 那我之前拍 唇膏影片也是 參考他的拍攝手法 他很厲害喔 他才21歲 然後現在也是在 美國讀書 他好像都是拿 全額獎學金 去美國念書的 然後他英文也講得非常好 完全沒有越南的口音 厲害 好 第二個 金法 他也是在美國讀書 然後 嗯 我會看是因為 我覺得他講話還算蠻中肯的 然後 他分享的東西 也算 還算OK 主要也是因為他長得 好小朋友 他長得真的很像小朋友 很可愛 就是 他在 做出一些比較成熟的表情的時候 我會覺得 好像小朋友在裝大人 不知道是包還是扁 可是我真的覺得他長得很可愛 然後講話還蠻中肯的 好 再來的話 生活部分一個是 JV Evermind 然後另外一個是 Huime Production 這兩個人 也是在美國讀書 反正就是很多越南人在 美國讀書 然後他們都會經營自己的頻道 好 那JV和Huime 他們兩個的話 就是 嗯 會分享一些 嗯 小議題 生活議題 然後闡述他們自己的想法 然後在闡述這個想法的時候 就會做一些搞笑的片段 所以還蠻好笑的 但是有時候又會 嗯 被他們稍微有點啟發這樣子啊 反正很多越南人都會拍這類的 就可能會提出的問題是說 嗯 要怎樣才能感覺到 幸福和快樂 或者是 嗯 女生和男生的差別 之類的 像這樣子生活化的議題 所以 有時候就是 純粹是休閒的時候看 然後我當初也是看這兩個 來練習自己的越南聽力 好 再來是亞洲的部分 第一個話是馬來西亞人 可是他在日本讀書 他叫Shan Lim Shan LimTV 是他的頻道名稱 然後 他的朋友 Mao 是 台灣和香港的混血兒 然後 也是跟他 也是跟Shan 一起在 嗯 立命館大學 讀書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很好的朋友啊 然後他們兩個 嗯 他們兩個的 影片就主要是在講一些語文上的差異 像是 嗯 台灣和中國 還有馬來西亞 或者是 別的 講華語的國家 他們的用詞有什麼不同 反正就很有趣 然後他們也會去拍一些 嗯 自己在 留學的時候 認識的朋友 跟他們之間的交流之類 或者是他們去玩的一些過 一些影片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趣 很愛看 好 那第三個的話是Carmen Carmen她是 嗯 香港人 可是她住新加坡 她的美妝影片非常的 嗯 怎麼講呢 她的基礎影片非常多人看 然後也講了 嗯 影片不長 但是也算蠻詳細的 所以 嗯 她還蠻會引導人家化妝我覺得啦 然後她 也 蠻會帶給人家正面能量 所以 還蠻喜歡看她影片 好 最後一個的話是歐美的部分 第一個的話是Cosmo by Hauli 我很喜歡她 她好像最近也慢慢紅起來 她紅的速度還蠻快的 因為她長得很像 有外國網友在下面寫說 大家不覺得她應該要講 英式英文嗎 她的家人也支持她去Beauty School上課 所以她有學化妝和應該還有頭髮 沒有仔細聽 反正就是她還有學化妝的課程 所以 也蠻好看的 Close and Countess 這一個 頻道的 嗯 是 一個叫Jan 她是 韓義 美國人 然後我覺得她長得好可愛 然後她又很愛 穿搭 然後很喜歡分享她自己生活上的一些東西 然後 她也是一個很會帶給人家正能量的一個女生 總之我很喜歡很喜歡看她影片 然後她笑起來好漂亮 她真的好漂亮 喜歡她 好再來的話是 Kathleen Light 這應該很多人都知道吧 很多人應該把它視為女生 可是因為她分享的東西很多 所以我會挑著看 然後 你會發現她常常會講 喔 Amazing 或是什麼 Stony之類的 反正就是 各種會講一些 嗯 一些很棒的一些稱讚的形容詞 然後讓你會很想買那個東西 所以我會挑著看 這段終於講完 讓我喝個水 我一開始也是寫文章 然後 後來 就是漸漸的大家都開始轉成影音的一個Vlog 所以 嗯 我就也開始分享 影音的彩妝和保養的影片 那我也發現就是在 Youtube 比較好 經營自己的一個 嗯 頻道啊 或是 自己的小事業這樣子 所以我就 開始 持續的拍影片 而且拍影片 說實在的 講 保養和化妝的時候 真的比較詳細 有些東西 真的 用文字 可能沒有辦法去替代 然後 也很難表達 也很難用文字去表達我的情緒 或是我 強調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拍影片 有還蠻多的好處 然後 文章我就慢慢的放掉了 可是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兼具啊 就是 因為有些人還是喜歡看靜態的東西 那也 我很想要兼顧兩個 但我還在抓那個平衡 所以 請大家再等等我 雖然我已經花很多 就是 拖了很長的時間 但是請大家再等等我 拜託 我之前 沒有上過彩妝課 我之前的 化妝全部都是 自己 練習啊 然後 自己看雜誌 自己看 部落格 還有Youtube 來學的 那 我從今年的 三月 開始我有去上 新娘秘書相關的課程 有學彩妝和髮型 因為我希望把自己的興趣 弄得更專業一點 然後 可以的話 就把它變成我的工作 當然 我很希望可以跟 我的語言 專長結合 但是 這一切都是隨緣 總有一天會有 機會的 這 這兩種 感覺像是 不相關的東西 一定 會有機會讓它結合在一起 這是我 對自己的期待 上課啊 然後 自己練習 還有 看書 看雜誌 看部落格 對 就是看各種 跟美妝相關的資源 現在很多可以參考的 大家就 可以去看看自己喜歡的 資料 然後 多多練習 這樣一定會進步 我發現自己在教人家化妝 然後 分享自己喜歡的 彩妝品 還有 幫人家化妝的時候 都是非常非常有熱忱 還有那個專注力 甚至超越我 平常 在學業上的表現 真的 就是我發現自己 對這部分非常非常的 有熱忱 然後非常專注 而且 我會很想 把這個 交給 就是交出去 然後 傳送給人家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 這種 不是怎麼會突然想到的那種感覺 是 我打從心底就是這樣子 就是想要 不會是 不是因為一個什麼契機 而是因為 那種 自主性的 對 我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就是一個自主性的 一個 舉動和行為 我覺得等我 出師了 等我變得比較專業了 那 累積一點實力 和累積一點經驗之後 如果大家希望我開課的話 我來試試看 那 我當然也希望你們在 未來如果有這個課程的話 會 有人 想要參與 因為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在青山服務隊裡面 很多學弟妹 他們不會打扮自己 但是其實 青山服務隊是一個很要求門面 很要求外表 的一個社團 的一個團體 然後 我曾經就是 跟他們說 如果你們想要學化妝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開課 那如果你們想要來的話 我就來開 只要有一個人參加 我就會上課 我還會自己自製 那些講義 我甚至印了十幾張 只是 說實在的 真的是沒有什麼人來參加 所以我真的是有點 有點失望啦 就是對那個時候 真的還蠻失望的 但是也沒有辦法 有些人就是沒有時間啦 後來 有一個學妹她來找我上課 所以我就 一對一 教她 然後 後來大概就有兩三個 就是我開了大概三次課吧 然後 都是很少很少的人 所以 我 自己蠻喜歡教人家 所以我 有機會的話 真的很希望 開課這樣子 那 在這邊工商服務一下 因為 我知道有些人想要找我 找我 教你們化妝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參加一個 課程 那它是完全免費的 你只要找 兩百塊的場地費 就好 就是我之前分享過的 Eileen免費彩妝教學 課程 那它在台中和台北都會開免費的課程 如果有需要 真的想要我教你們的話 你們 可以去 Eileen的官網 我會把 這個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的話 想要我教你們的話 可以去報名 那如果你報名完之後呢 可以到 FB私訊我一下 或是在IG用小盒子跟我講 說你們報名了哪一個 那如果 我可以的話 我就去 當助教 因為我現在是在Eileen那邊 學 彩妝學 髮型 目前 我可以的就是 你們去參加他們的免費課程 它不會有任何的推銷 你們不用擔心 可以看看我之前分享的影片 就可以大概知道 上課的內容 我自己是因為上過那個課之後 才去Eileen那邊上課 就是 上新密的課程 每個月我幾乎都會買彩妝品 但是我不會每個月我買衣服 包包什麼的 所以就是 有錢的話就有機會去買 但是我 不會讓自己活不下去啊 就是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沒有特別去控管就是了 但是我覺得自己需要 把這邊 再稍微 調整一下 我沒有特別的 穿衣哲學 我就是覺得自己穿了 看起來瘦 看起來好看 我就這樣子穿 但是我會follow一個 tips 就是 身上的顏色不超過四個 甚至不超過三個 對 大概就是身上的顏色不能太誇張 就是了 但我平常很喜歡 穿的比較 偏氣質 簡約 甜美 這方向的 我比較喜歡這個部分 的 穿搭方法 育乳阿姨的內衣 然後我最近 買了一件 H&M內衣 我也覺得還蠻好穿的 但是主要都是 你不要去試穿啊 那育乳阿姨的內衣 不用去試穿 你只要把你的胸型 你平常穿內衣的習慣 告訴育乳阿姨 請她推薦你 這樣就OK了 大創最喜歡的東西 就是她的收納盒 各式的收納盒 我房間超多 超多種的 然後還有她的 這樣嗎 哦 美比 我買了好多她的美比 現在我最喜歡的就是 我拿給你們看 Make Up For Ever 它的 HD粉底液 這一個 但是我覺得 這色號對我來說 有點 偏白的 偏粉 一點點 我覺得我比較適合 225 因為我有拿到試用的 這罐是215 有機會的話 應該會想要買Y225吧 Y225 好,36 愛用小物 愛用小物 我也不知道欸 好用 就這樣呢 最近喔 木瓜霜吧 真的還蠻厲害的,萬用 對,應該是木瓜霜 我喜歡的睫毛膏是 不會暈開,然後 我都會挑溫水可卸 因為溫水可卸在我的眼皮上比較不容易暈 這個的話我今天有擦 它不太會暈開 可是它好像不是溫水可卸的 對,可是還蠻好用的 但是沒有什麼 特別濃密或是特別纖長 那還有這個的話 它是溫水可卸的 所以我還蠻喜歡 那它的纖長度也不錯 只是它 會塌 因為溫水可卸通常都會塌 它的話是Facel這個 嗯,我也是看搭配的關係而買的 真的還蠻厲害的這支 只是稍微在我眼睛上會有點暈開 那這個的話,KATZ它的 打底膏是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我有點想去試試看KMAC的睫毛復活液 不知道哪一支比較好用 最後它的面膜是Innisfree的 它是我在台灣用 唯一不會過敏 然後就是不沖掉 不沖掉也不會過敏的 面膜 那我只會敷它兩種口味 一個是Tea Tree 一個是Green Tea 我通常只敷這兩個啦 我通常只敷這兩個啦 然後偶爾會敷蘆薈的 第一個是Elizabeth Barden的 這個 之前有介紹過 它是柚子和綠茶一起的香味 它的香味就是很清爽 很舒服的一個淡淡的香味 只是它的香味維持不久啦 對 因為它本身就是蠻淡的味道 那另外的話,兩個是Jo Malone的 香水 一個是Red Rose 然後一個是French Lime Bluzen 那這兩個的話 我都是在 泰國買的 泰國的機場買的 比較便宜 那之前有介紹過你們可以去看看我的 什麼愛用香氛 分享的那支影片 看看 眉毛,沒有眉毛不行 沒有眉毛看起來是超沒有精神的 我剪短之後都沒有再保養了欸 我就是用精油洗髮精之前也分享過 或是用馬賽皂洗頭 然後偶爾會用亞方的 那個 毛鱗片精華去擦 就這樣而已 沒有別的保養方法 42 怎麼知道自己的膚質 我覺得要看書 尤其是秋萍奇醫生 他也有粉絲專頁 如果你對你皮膚有什麼問題的話 真的可以去諮詢他 因為單純就是為了 病人的皮膚狀況 非常早上的醫生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看看他的書 或是follow他的blog follow他的粉絲專頁 我目前沒有做過臉 因為覺得沒有必要 我的粉絲基本上都是 閉鎖性的 所以有時候像這樣 都是閉鎖性的 然後這種凸起來的我才會擠他 我今天擠了不少個 所以他現在紅紅的 那下面有個問題是 我容不容易長痘痘 我今期來之前很容易長 然後 熬夜的話我是額頭長 然後今期要來的時候 是全臉 除了臉頰之外 臉頰和鼻子之外都會 有機會長 我的痘痘幾乎都是這種小小的 然後從粉絲轉化成 農包的一種小粉絲小痘痘 所以也不是那種大爛痘之類的 美白和防曬 其實是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就一起講 老實說我沒有做什麼防曬 因為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室內 但是我如果夏天要出門 一定會穿外套 去遮陽光 因為物理性防曬是最 最有效的 一定會戴帽子或是 戴墨鏡 然後 或者是 撐傘 穿外套 來遮 遮蔽陽光 這樣子就 我是怕自己曬傷啦 因為我蠻容易曬傷的 所以 我都用這種方法來做防曬 那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也沒有特別 去被什麼 陽光曬到 所以就 同時也 美白了吧 因為我本身的皮膚是不太適合擦美白產品的 所以我都是用物理性的防曬 我只有在 要去 海邊 被陽光曝曬的地方才會擦防曬 不然 基本上我都不擦的 這是我每天都會用的 這是一定的 然後 再來的話 是 這幾個 被你們看到的話 我男朋友的照片 有點害羞 好 這是淘寶 然後這是旋轉拍賣 然後 這個愛瓶生活網 是我在早吃的時候一定會看的 那 這邊我已經很少再看了 因為現在都看PTT 那我要看電影的話 一定會用這一個 好 其他 我有些只是下載 沒有真的在用 交通的 像是Google Map啊 高鐵啊 然後台北捷運 然後這是我 一定會用的導航網 這個是 我沒有它真的不行 然後搭公車我一定會用這兩個 台北和台中 叫車的話就是 55688 還有Uber 最近很愛的遊戲是這兩個 但是有一陣子沒有玩了啦 這兩個 很好時 嗯 也不是很好時 就可以拿來打發時間的遊戲 會立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 那一次的東西放在一起 這樣子我比較好找東西 可是有些人就拿到我手 就說 你的APP在哪裡 什麼東西在哪裡 希望大家可以去 嗯 Follow我的 Facebook 的Fanpage 因為 我 會分享 我會推薦的代購 我會 我會找的代購 我都會分享到我的Facebook 所以 嗯 我不會特別講 哪一個代購是我自己愛用的 因為 我跟他們也沒有任何的合作關係 我只是會分享 喔他沒有在代購這個東西 然後 我有興趣我就會分享 那這幾個是我信得過的代購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問的話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私訊過 這個部分 因為 嗯 我不喜歡造成什麼誤會 這樣子 那大概就是這樣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超級長的 50個問題 其實才49個 但是 對 講的蠻久的 好 那 如果你們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繼續在下面留言問我 然後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拍 因為我花這 拍這還蠻是 花時間 好了 好 謝謝 我 我 好 謝謝 我 好 謝謝 好